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哇 后手非常冷啊 再次 哎呀 板击很有威胁啊 对 后手直前打中 往西面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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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明镜与点栏目 忆来了 想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Lloyd Oesford 哇,这一次营姬清晰地打住蚂星的下巴 安妮娃尔的祖国前总是要蚂星逼之不及 确实有防守,但是总有一拳会漏进去 是的,而且蚂星每一次的清晰的重击 都在渐渐残吃掉蚂星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蚂星一旦靠近的时候 就会马上示意这个孤镜息击 完了之后就把身体紧紧的贴住 安妮娃尔不给他中近距离拳法这个距离 这几种的角度身体移动的翘到好处 再一次蚂星把这个距离拉近啊 紧紧贴住安妮娃尔 对,蚂星想缩短这个距离 然后碾压式这种把身体重量靠在安妮娃尔身上 正好蚂星在起单膝发力的时候 安妮娃尔一个对他支撑腿的一个破坏 然后蚂星把压到绳脚 那时候一看蚂星一看这个距离 利用正宗拉不开距离了马上贴近啊 这样的话一来呢会对裁判给一个印象啊 你是在消极进行比赛 第二来呢 呃会增加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 哇连续连关的 哇连串的组合动作啊组合拳法 但是这个是在马青后射逼之不及的情况下倒地的 再次进行比赛 再次进行比赛吧 嗯 放 双方这个拳法 好安妮娃尔现在压得更远了 BREAK PUSH 好 这一个点吸 OK 放 安妮娃尔再次逼劲啊 这个是马青省的比第一局第二局这个压力更大了 对马西现在采取的这个战略就是跟这个安妮娃尔保持一个距离给他顶开 但是 执行起来面对安妮娃尔这么强大的选手还是比较困难 对还是会吃上安妮娃尔的 是吧 上 放 好 别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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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零件呢 看网星对安妮娃尔逐渐压境之后 对他晋升这种压力啊 处理得越来越紧张 是的 他现在就说 安妮娃尔打破他心里的一种正常心理状态 对 打得有点局促了 这个时候 看上来就三局上来之后 安妮娃尔他们能迫使 网星要不断地出一些动作 才能够保持自己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对 而安妮娃尔就打得像一个自欺人一样 一直向前逼近 对这样给网星带来很大的压力很漂亮 互相拼搭啊 网星也不是没有机会 是啊 但网星并不是那种正好手不行的选手 所以说他的一拳 可能照着重击 但是KO的力量不大 尤其是面对安妮娃尔这样的状态 会给他那样那样危险的一个角度 是的 因为网星本身他不擅长中进局的这种连续的持续拳法发力 只擅长中远局的单个直拳或者摆拳 所以一旦晋升 也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这个 在去年网星在俄门拳戏当中的表现是一路一路 然后非常顺 多次爆冷啊 对 但是今年看来 他在俄门拳戏内台上遇到了一个不尽其一个 好的 网星是一个转身后白 还一个转身后白腿 他在俄门拳战争的力道好大 现在网星这种距离上的控制有些消极 二楼 是 对 放 哇看来 哪怕安妮娃尔在体育上失掉一分 这张比起来也是有很大的难过的 啊 安妮娃尔在做 主动进攻的第一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因为网星这个袭击的迎击和后手直传的穿动力 然后还是有的 但是一旦不会安妮娃尔打开第一个动作落点落中之后后续的这个组合动作 就像包风咒语一样 呃全部落在网星这个身上 就像包风咒语一旦没有得手马上转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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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同时出扫地高上一个地扫 就像包风咒语一旦有的 就像包风咒语一旦没有得手马上转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